亲爱的朋友你好 大家都是有缘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 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第207集 慌不择路 赵之静吃了几口 忽见饭铺掌柜走上前来 扑的一声 跪倒在地连连磕头 赵之静知他怕受牵连 一笑站起 说道 我们也吃饱了 你不用害怕 我们马上就走 掌柜的吓得脸如土色 更是不住的磕头 他怕咱们一走 蒙古兵问饭铺子要人 甄志炳素来精明强干 只是对小龙女痴心狂恋 这才做事荒谬怪章 日常处事 其实远胜于赵之静 因此 马玉 秋楚姬等 君有意 命他接任掌教 此时 心念一转 快拿上好的韭菜来 道爷自己做事自己当 你们怕什么了 掌柜的诺诺连声 爬起身来 忙吩咐赶送韭菜 那军官受伤不清 挣扎着上了马背 甄师弟 近日受了一天恶气 待会儿 须得打他们个落花流水 甄志炳哼了一声 眼见那蒙古军官带领士兵骑马走了 饭铺中众人荒成了一团 精美酒食 纷纷送上 堆满了一桌 甄赵二人吃了一阵 甄志炳突然站起身来 反手一掌 将在旁侍候的伙计打倒在地 掌柜的大惊 三脚两步地赶了过来 陪笑道 哎呦呦呦 这该死的小子 不会侍候 要道爷息怒啊 话未说完 甄志炳飞起左腿 轻轻地将他踢倒在地 赵志镜还道他神志物资错乱 甄师弟 你 甄志炳掀起旁边一张桌子 碗碟倒了一地 随即又将两名伙计打倒 顺手点了个人穴道 双手一拍 待会儿蒙古兵到来 见你们殿中给打的这般模样 就不会迁怒你们了 懂不懂 你们自己 不妨再打个头破血流 众人恍然大悟 连称妙计 众殿办当即动手 你打我 我打你 各个衣衫丝烂 木轻鼻肿 过不多时 忽听得青石板街道上 马蹄声响 树匹马急驰而至 众殿办纷纷倒地 大呼小叫 哎呦 他人啊 痛 痛 我早也饶命了 马蹄声到了饭铺门前 果然窒息 进来 近来四名蒙古军官 后面跟着一个身材高瘦的猛僧 一个又黑又矮的胡人 那胡人双腿一断 双手各撑着拐杖 蒙古军官见饭铺中乱成这等无恙 骤起眉来 大声呼吓 快拿酒饭上来 老爷们吃了便要赶路 掌柜的一愣 原来这几个军员是另一路的 带那挨了打的军员领人来 最又怎样 掌柜的正字迟疑 几名军官以挥马鞭 家头家脑地披僵过来 那掌柜的忍着痛 连声答应 苦于爬不起身 当下另有伙计上前招呼 安排席位 那猛僧便是金伦国师 黑矮胡人 自始泥魔兴了 他二人那日踏中了冰破银针 在山洞外纠缠私打 双双跌落山崖 幸好崖边生有一株大树 国师于千军一发之际 伸出了左手牢牢抓住 尼魔兴其实已是半昏半醒 却仍是紧抱国师的身子不放 国师一瞧周遭情势 左手运进一推 两人齐往崖下草丛中跌落 顺着斜坡咕噜噜地滚了十余杖 直到深谷之底方式停住 两人四肢头脸给山坡上的砂石荆棘 擦得到处都是伤痕 国师右手反将过来 施小琴拿手 拗过尼魔兴的手臂 喝道 你到底放还是不放 尼魔兴昏昏沉沉中 无力反抗 给他一拗之下 左臂松开 右手却仍是抓住他的后心 你双足中了剧毒 不思自救 胡闹些什么 这两句话直如当头棒喝 尼魔兴低头一看 只见自己两只小腿 一肿的顽口粗细 直到若不急救 转眼便是性命难保 一咬牙 拔出插在腰间的铁舌 咔咔两响 将两条小腿一起砍下 灯石鲜血狂喷 人也昏了过去 国师见他如此勇绝 倒也好生佩服 又想他双足残废 从此不足为患 伸手点了他双腿西弯处的 曲拳穴 即大腿上的五里穴 掀齿血流 然后取出金疮药 敷在伤口上 撕下了他的外衣 包扎了断腿 天主武士 大都练过水钉盘 做刀山等等 忍痛之术 尼魔兴更是此中能守 他一等血脂便坐了起来 好 你救了我敌 咱们冤仇便不算敌 你双脚虽失 身上剧毒倒已除了 我的处境反不如你 国师微微苦笑 盘膝坐下运功 强将足底的毒气 缓缓逼出 一个多时辰之中 只逼出了一小滩黑水 但已累得心跳气喘 两人在荒谷之中 僵扬了几日 国师以上城内功 逼出了毒质 尼魔兴的伤口也不再流血 折了两段树枝 做拐杖 这才出得古埋 不久 与几个蒙古军官相遇 同返忽必烈大营 却在这市镇上 与真兆二人相遇 真志炳和赵志静 见到博师 不由得相顾失色 二人在大圣关英雄大会中 曾见他显示武功 伪实是惊世骇俗 又想起他两名弟子达尔巴与霍都 当年晋袭中南山重阳宫 连全真诛子也不亦底底 此刻狭路相逢 心中都是历历微距 二人使个颜色便于脱身走路 那日英雄大会 中原豪杰与会的已千百数 真兆实得国师 国师却不识二道 他虽见饭铺中打得人伤雾碎 但此刻兵荒马乱 处处残破 也不以为意 他这次潜伏襄阳 闹了个大败而归 见到忽必烈时 不免脸上无光 心中只在愁思 如何遮掩 见两个道士坐着吃饭 自是毫不理会 就在此时 饭铺外突然一阵大乱 一群蒙古官兵冲了进来 一见真兆二人呼斥叫嚷 便来擒拿 真志炳见国师座位进门 若是向外夺路 经过他的审判 只怕他出手干预 便低声说道 从后门掏走 他伸手将一张方桌一吹 呼朗朗一声响 碗碟汤水打成一地 两人跃起身来奔向后门 真志炳将要冲到后堂 回头一瞥 只见国师拿着酒杯 低眉沉吟 对殿中这番大乱 似乎视而不见 心中一喜 他不出手便好 突然眼前黑影一闪 那西域矮子跃了过来 左手连晃 举拐杖 向真兆尖头各击一下 真志炳和赵志静 从未见过此人 但见他身法快捷出手汗蒙 立即沉间闪月 尼摩星出仗落空 一的一声 见着两个道士居然并非拥手 倒也有些诧异 他左仗着地撑住 右手拐杖举起 自外向内回击 阻住了二人的去路 二道双剑齐出 左右三次 要将他破退 夺路外闯 尼摩星的武功虽叫真兆二道为高 但双腿断舌不久 元气大伤未复 一手拐杖与二道动手 另一拐杖必须知地 数招一过已然不知 国师缓步上前 眼见赵志静 剑肩刺道 直指尼摩星的前胸 尼摩星举杖挡架 真志柄长剑以抵他右斜 这一剑招数极是狠辣 尼摩星非弃杖后跃不可 国师大步跨上 正好尼摩星身子跃起 更伸左臂拖在他的臀下 将他抱了起来 右手按在他的手臂上 这时他拐杖与赵志静的长剑尚未分离 国师的内力从杖上传将过去 赵志静只觉右臂矩阵 半边胸口发热 当的一声长剑落地 尼摩星内力不足 变招却是起诉 一剑赵志静长剑脱手 立即回转拐杖 已与真志柄长剑粘住 国师又在尼摩星的臂上一按 这真志柄由赵志静前车之剑 立即运力反击 岂知国师的内力一刚一柔 咔的一声响 长剑断折 手中只剩半截断剑 国师轻轻地将尼摩星放下 双手外分 搭在真兆二人的尖头 两位素不相识 何须动武 如此伸手 已是中途第一流剑士 皆请坐下谈谈如何 国师出手并无伶俐之态 但双手这么一搭 二道竟自闪避不了 只觉灯石有千斤之力 压在尖头 沉重无比 唯有急运内力相抗 哪里还敢答话呀 只怕张口后内息松了 自尖至腰的骨骼 都要被他压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